Hello 今天我要去一个cooking class学做越南粉 那现在就出发 到国语的方法去煮 就知道是柵天堂 柵天堂也是好吃 然后准备公主包括了这些蔬菜啊 香料还有肉的准备工夫 其实大家也可以过来看 牛骨基本上是牛肉被大家吃了 剩下的营养或者是味道比牛肉还要丰富很多 你看到这些有cartilage 就是有软骨的地方 它基本上呢就有很多的gelatin 那个胶脂 那这些胶脂如果你这样子煮 它起码要4到6个小时 它才会融化出来 我现在用的是比较好的那个牛仔 牛坑兰 牛坑兰它吃下去味道很香很香 如果用普通的牛腩也一样也ok的 还有牛筋 所有的香味都是从这些东西来的 有桂皮或者我顺的那个顺序 有phenol seed 这个应该认得了 那八角之后呢 Cinnamon 大火吗 我现在用的是中大火 其实我可以先开大火让它这个暖的快一点 还没热呢 但是开始热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太大火 尽量如果要烤东西 其实要让它从外到内都香的话 越小的话是越好 会比较好 味道超香的已经飘出来了 不用油都有这么香 其实油在哪里呢 里面都是油 哦 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些香料 所以它其实可以炸油出来 是 嗯嗯 好 好 已经跑了 我去一下 现在这个超香的味道敲出来 因为下面你摸到这些视频拍不出这个味道 如果全部都变成深色的时候呢 就肯定够了 如果只是6分钟已经有那个状态的话呢 就不要继续 不然味道就开始浪费了 好像给它涂颜色的感觉吧 你就直接放在上面也行 真的吗 对 可以 我把我的洋葱和生姜烤完了 现在变得焦黑 焦黑 一些不要的再放旁边 或者放这里也行 现在切一下香菜 牛肉和配菜已经准备好了 把肉切一下 我们现在要尝一下这个刚煮的汤和煮了一天的汤的味道的区别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打包带回去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打包带回去的东西 然后回去煮 然后回去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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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